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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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面帶微笑 表示說 內面的年紀有夠練了 好 那接下來 我可能就這一次我們活動的一些 為什麼要辦理的目的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那其實 從最近的新聞來看 最近大家會聽到的新聞 大概全部都是這些的 從大規模的教改到現在 我們不斷的每一次只要有一個教改 就會有一個新聞跟你講說 我們怎麼改的那麼爛 然後我們的教育到底在搞什麼東西 而且最近的會考 那整個社會充滿了不安全感 然後家長都開始質疑老師 然後質疑整個制度是多麼的不公平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很多新聞 其實都是如此 你會常看到的教育新聞 其實好像都停留在這樣子 要不就是狼絲一堆奇怪的 怎麼會拿來那麼多狼絲可以報導 對 所以 在大家眼中的教育 經由媒體這樣子的一個報導之後 你會發現好像他就開始覺得 台灣的教育好像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只會教那種考試要考的 那我們只會去 去教那種學生可能以後學不到的 社會對教育 對整個台灣的教育其實是充滿了不確定性 還有質疑的這種觀點 整個社會大眾 很多媒體 對台灣的教育都是覺得 我們真的要加油 我們真的要加油 對 的確我們還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這是毋庸置疑的 我們絕對還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當大家看到PIZZA的那個成績的時候 2012PIZZA出來的成績的時候 每個人看到都是那個560 其實你比一比發現 其實我們也沒多爛啊對不對 可是老師看到的其實是後面這個數字 我們的標準差116 開玩笑全世界第一 對 所以的確我們還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當那個標準差111的時候 116的時候 100多的時候 前面的數字再高 其實對我們的教育是一種 很大很大的隱憂啊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隱憂 可是你看完這樣子的一些媒體的報導 其實我們還是想要再問一句 我們的台灣的教育真的那麼不好嗎 真的有那麼不好嗎 對不對 有些時候我們看到很多媒體的報導 對 我們自己真的要有更多更多的data 去判斷它這樣子的報導 是不是有偏頗 這個是教育現場我們一直要去努力的一個地方 不管是我們對孩子也好 包括我們自己也好 其實這個都是我們要努力的地方 對 所以台灣的教育真的有那麼不好嗎 我們看到的 我們看到的到底是事實 還是只是媒體所呈現出來的表象 對 台灣哪有那麼不好 台灣人了不起 開玩笑對不對 台灣人了不起 當然不是這個了不起 去年在FB上面瘋狂的轉載了一篇 是那個仔細國小彭博玉老師去澳洲訪問的時候 去澳洲訪問的時候 然後他們請披薩的主持來跟他們分享 結果澳洲區的披薩主持人跟他講了 他回來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他說澳洲區的那個披薩主持人 叫什麼名字 我馬不在 說了這樣一段話 全球應該參訪的教育不是 應該說全球參訪你們的教育 而不是你們到其他國家 你們披薩的表現其實變成新的研究對象 你可以說他可能是一個讚美之詞 或者是客人講那些好聽的話 很多時候我們在學國外的一些教學方法的時候 我們就忘記了我們的優勢在哪裡 我們真的是忘記了我們的優勢在哪裡 台灣的老師非常非常的認真 非常非常的優秀 我們每天工作絕對超過十個小時 可是外界只會覺得我們都在打烏摸魚 還說到你們這些老師有寒暑假 一般都說你一堂比較多 我們的寒暑假 天啊我從我教書快二十年了 其實我的寒暑假算一算加起來 真的休假的時間應該不到兩個月吧 應該不到兩個月吧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真的要從Data來看的話 好你說那是我們自己講的 這是OECD統計的 上課時數 Chinese Taipei第二名 僅次於哥倫比 師生比我們跟美國並列全世界第一 師資短學的程度我們當然還是在學老師 雖然我們還是講超額超額超額 我們在內部自己心裡有數我們都控制的 大家其實學校都有控制的那個名額 其實我們現在師資其實還是短缺的情況 我們師資其實還是在短缺的情況 台灣在這裡 我們還是出現短缺的情況 對不對 我們的班級人數是全世界地 台灣的老師其實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對我們除了辛苦之外 其實我們也沒有那麼可憐啊 台灣有豐富的自然資源 我覺得是我們覺得驕傲的事情啊 全世界去找哪幾個國家 一天之內可以跑山跑海的 對不對 多好啊 對不對 你還不怕會肚子餓 因為走到哪邊都有7 所以其實我覺得台灣真的是一個好地方 可是我們會忘記的 我們好山好水 我們有八個自然教育中心 你去過幾個 裡面的課程 其實設計的都很棒 對 我們有科學學習中心 雖然剛剛才成立 可是我們去參與過他們的 那些教案的開發 他們非常非常認真 三間博物館都非常認真來做這件事情 對 我們的教學資源有那麼缺乏嗎 還是只是大家不知道該怎麼去用它 對 我們有軍醫 對 你如果真的不想 不想出去想做個宅男 我們還有軍醫可以幫你 對不對 很多老師 對 根本不敢請假 只要沒有死掉 大概都還去上課 至少各位在座的應該都是這個樣子 因為你都來這裡了 對不對 所以 在台灣我們有很多很多優秀的老師 我們有很多很多豐富的資源 結合這些豐富的資源 結合這些優秀的老師 我們就有優秀的校長 優秀的領導者 幫我們做了優秀的教學 我們有很多老師 願意在偏向裡面去服務 陳泉鎮校長 對 他把火南國小救活了 救活之後也就算了 再往身上跑 再開了一間張無國中小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老師 在我們的身邊當中 太多太多了 我們有黃福坤老師 我們有吳月嶺老師 我們有小P老師 阿簡老師 昌宏 德里 福怡 榮青 燕文 開玩笑 我們有這麼多的老師 對 一般講到這邊應該要掌聲鼓勵鼓勵才對 我們領導人都叫你們鼓勵了 你們敢不鼓勵 等一下抓去搶壁 所以 我們想要再問一次 他們的教育真的那麼不好嗎 真的有那麼不好嗎 我們常常會看到我們所沒有的 可是也常常忘記我們所有的 這個是身為一個中國人 或者我們講台灣人 其實每個人都很容易去犯的一個錯誤 我們常常忘記我們身邊所擁有的資源 而去看到別人 為什麼你們那麼好 可是我們也不賴阿 真的我們也不賴 我們並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那麼的差 對 都說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人 簡體制 對岸講 我說台灣教育最強的力量在基層教師 絕對就是在各位身上 絕對就在各位身上 我也是基層教師 對 鋪六 有誰去參加了 應該很多人重複參加了 就是這些人 所以 你會發現 你會看到台灣有一股很強很強的力量 在基層運作 那一股力量其實非常非常的強 強大 強大到有些時候 你每次去 你就感動一次 你感動一次 你回去就有滿滿的動力 老師是一種很奇怪的動物 老師是僅次於父母最容易被騙的一種人類 你隨便一張卡片你就感動了鑰匙 奇怪了 怎麼那麼好騙 對 然後一張卡片就可以撐一年 太好騙了 要僅次於父母 所以我們 有這麼多這麼多優秀的老師 那平常這些老師 其實都在各自的崗位 努力的在奮鬥 他們是鋼鐵人 浩克 美國隊長 雷聲索爾 各自都有各自的教師社群 其實我們看到了 其實每一個教師社群都在各地發光發熱 對 可是我們希望可以有一次我們變成復仇者聯盟 我們有沒有可能變成復仇者聯盟 為什麼要變成復仇者聯盟 對 當我們團結起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讓社會看到 我們可以讓社會看到 我們的聲音在哪邊 對 我們基層教師絕對不是站在那邊寫寫沒事幹 只是因為我們常常懶得去說什麼 因為太忙太累了 哪有時間去跟你講說我有多努力啊 光跟家長聯絡 光備課 光教導那些孩子 你都已經沒時間了 對 那個颱風偏了還去台東 科長 可能叫風吹去 在場都帶科長的老師 剛結束趕快又跑來這邊了 我就看到我們學校的老師在那邊了 才剛從台東回來而已 宜蘭 宜蘭 因為宜蘭風雨更大 因為在東北部 不好意思 這是我的錯 因為我們宜蘭的同事才是工作人員而已 所以我們希望這樣子的活動 可以讓社會聽到我們的聲音 我們希望讓社會看到其實台灣的教育是充滿了希望的 絕對不是外界所想像的那個樣子 絕對不是外界所想像的那個樣子 可是沒有錯 我們還是要承認我們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真的 我們還有很多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所以 它會有今天的三一趴 對 三一趴 Science Education Party 我們把它簡稱叫SET SET SET剛好是另外一個東西的簡稱 九月 九月是我們的學期的新開始 所以我們希望這場活動之後 我們都會有一個新的開始 對 這個投影機的色澤不是那麼的好 開玩笑 我在想說三一趴要怎麼弄 你看得出來這有什麼意涵嗎 看不出來 沒那麼複雜 RGB 好 告訴你厲害嗎 學生的就是白色的對不對 哪有這三色就夠了 對不對 那些東西送來 我們只有三個顏色就夠了 所以 我們希望讓社會看到 其實我們是有行動力的 我們現場的教授 我們基層老師 是有絕對的行動力 願意來為自己 這一個 這一個志願裡面 去努力的打拼 對 我們一步一步的做 雖然速度很慢 教育本來速度就不可能太快 我們一步一步的做 可是這一步一步的做 一定可以有一個 有一個目標讓我們可以達到 絕對有一個目標可以讓我們達到 我們也希望藉由這樣子的活動 讓社會看到 我們老師有多麼多麼的努力 大家都已經習慣了 習慣了沒什麼好講的 不就是這樣子嗎 不是 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有很多很多壓層滑水事情 社會不知道 我們也希望讓大家看到 我們基層老師有多麼多麼的努力 我們常常把傷口包起來 只因為沒什麼好講的 大家就會覺得 那你們真的是一隻米蟲 因為我看不到你有多麼的心 我只看到你外表的光行亮麗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改變 有時候改變 它就是一個機會 它就是一個機會 我們選擇改變 就選擇了我們看這個世界的影光是什麼樣子 你用什麼角度看這個世界 世界就是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教導我們的孩子也是這樣子 我們用什麼角度來看這個世界 世界就變成什麼樣子 對 我們也希望社會大眾 用一個比較正確的角度 來看待我們現在的教育 用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 來看待現在台灣的教育 對 我們有那麼多的資源 那麼多優秀的老師 對 我們希望 藉由這樣子的活動 大家一起共勉 現場其實都是老師 我們也都在互相學習 對 你準備好要接受這一整天的挑戰 對 你如果願意的話 抽一張矮胃喔 對 你就可以有這樣子的機會 我就可以有這樣機會 我們大家都在學習 我們大家都在學習 就從2014年這一年開始 我們希望我們未來 都有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就從2014年 愛你一世開始 對 所以回到我們今天賽一趴 回到我們今天賽一趴 我們今天幫忙 就放在今天的這個賽一趴 好 這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最賽的一堂課 我們那時候幾個夥伴 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想要定一個主題 好 結果這是我們後來討論出來的主題 叫最賽的一堂課 真的完全符合這一群人的風格 一點都不正經 好 什麼叫最賽 最賽 你可以說它是最賽 就是 很賽 你知道嗎 它也是一個很science的一堂課 它也是很science的一堂課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聽聽我們這一些老師 怎麼跟我們來分享最賽的這一堂課 對 那第一堂 第一堂 第一堂我們真的是地主隊開始囉 浦宜老師 浦宜老師 那浦宜老師 高速人都很熟了啦 我們這個 那個遊戲大王 在他手上所有東西 大概都變成教具教材了 來 我就不安落浦宜的時間 好 那麼請浦宜 好 不用 我們有準備檔案 最賽的一堂課 謝謝大家來高雄 我們就要當地主隊 我不知道怎麼開始 我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要講一下這個緣起 當時那個林軒老師 就組隊說 我們這幾個各地角頭 尤其是科普界這地角頭 要來跟他聚在一起 就是大哥都把他抓起來 然後再舉辦一個跨線式的 那我在想這個問題 像那個副手套聯盟對不對 其實那種片我不喜歡看 為什麼你知道嗎 沒有個人特色 所以我們團隊裡面有一個叫邱英文老師 也是很有名 在屏東 是屏東的角頭 那科普他也是很熟悉 他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他去參觀過那個日本的 所謂的那種交流 那這樣的交流的話 他看到日本的老師都穿西裝打領帶 我說這麼正式嗎對不對 再來的話就是說 他們的那種教學 不要均一化 均一化就是說 我這樣的實驗 每個老師都這樣做 然後都有固定的那種 設備啦 器材 那像我這種 像我這種最賽的對不對 我不可能這樣教啊對不對 因為每個人的風格不一樣 他就問我這個問題啊 就是說他們這種 很有那種 uniform 就是有一個制式的 那他就問我說 那這樣到底比較好還是怎樣比較好 他也不是問我 他說這樣比較專業就對了 那我們老師他們被質疑說 是不是專業 像剛剛學生老師 我們心酸往內吞啊對不對 我們自己在備課的時候 在準備學生的一些會考的資料的時候 那個學生家長有沒有看到 沒有對不對 但是就是說 回到我們的主題就是說 有沒有特色 我認為這個很重要 假如說我能夠呈現這個概念 讓學生聽得懂 讓學生能夠學習 只要能夠引起他動機 不要那堂課在那邊睡覺 我想這就是我的目的了 我已經達到我基本的 當一個老師 所以什麼叫有效教學 前陣子不是教育部 在推動有效教學 什麼什麼補救教學 那一連串對不對 什麼叫有效教學 只要不要睡覺 有注意聽你的上課 那佛語音言說法 眾生隨類各得解對不對 只要他能夠學到東西 不要在那邊趴著睡覺 我認為就是有效 對不對 至於說學員學校多少 至少我們在學習東西上 是有拉起來的 那至於說認知部分 就是等一下我要示範的 那我今天 第一個對不對 上場 最大的好處 就是後面講師都很強 包括阿檢這些老師都非常強 大家耳熟能講 這些老師都是科 算是科普一哥 那我的想法就是說 會漸入佳境 所以我先來示範一個 其實這個示範完大概三秒就結束了 這東西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魔術 曬一下 來1 2 3 好結束 其實我可以下台了你知道嗎 呵呵呵 這時候掌聲 呃 這個東西喔 釋放完之後 你知道嗎 很多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把這個教具 交給學妹一個學妹 那就把這個談棒彈出來之後 後來就說好 翻到第28頁 呵呵呵呵 開始教什麼咧 那叫教哪有化學啊 我咧 喔這怎麼會這樣子呢 這真的是很賽的一堂課對不對 賽到不行 已經可以下台你知道嗎 因為3秒啊 不到3秒 因為他拿出來還拉不開 然後還可以卡住你知道 就自己把它拉開了 在後面看喔 真的搖頭啊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東西吼 含有太多概念在裡面 那你這樣糊弄3秒結束 你知道嗎 就是糟蹋這個教具 那薛老師喔 當時召集我們這一個復仇的聯盟 對不對 這麼多人喔 那為什麼不喜歡看這種片 因為喔 他是大雜營 每個人都有 每個都有 物理化學生活地球科學 那變成在專精上 可能就有點缺陷 但是喔 優點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各個老師的風采 那我剛剛回到軍醫化的教學 我們是不是一定要 每個人都一根談棒 不用嘛對不對 這是我的特色 我個人羨慕的特色就是這樣 所以我 我比較喜歡尊重個人 每個老師都有他的特色嘛 你像我這樣教 我看喔 這個學生也是照樣睡著 或是聽不懂 這樣反而糟糕 我是認為說 老師要發展出個人特色 這個比較重要 我是認為 那個 Independent 每個人都有他獨立的特色 來教學 這樣比較有意義 好 我稍微講一下 談棒 談出來之後 那這個魔術就結束了嗎 不是嘛 它裡面含有太多概念 這個應該在哪個單元教 力與運動 對不對 能量 供應能 我們先 我稍微 再講一下 原則它是這樣 如果要我來教 我會怎麼教 這個教具給你呢 你會不會用 這才重要嘛 第一個 它是什麼斜面 對不對 它是一個一個斜面所構成的什麼 螺旋 這樣就兩個概念 對不對 然後再來第二個 第一個 第一個是 極其那一塊的 就是所謂的斜面 再來是構成螺旋 第二個 它能量的怎樣 轉換 對不對 這是屬於認知那一層面的 那我們就要把談棒彈出來之後 至少 學員看到的是什麼 是一個瞬間的一個過程 但是 現在學員很精喔 他也學過魔術喔 他就說 是這老梗的 對不對 但是你不要說 老梗就往他身上彈 對不對 你再提早退休 你覺得提早退休喔 所以我曾經 那個 我還看過那個學會第二場 他怎麼教的 他彈出來之後 就講一些不相干的 我總覺得說 這東西 在教學上 我們會用 變成為內化為己用 這是困難的 對不對 何況是 這個你拿別人的教訓 你拿去 拿去秀的時候 你要先想好 這個到底可以教哪些概念 這我比較強調的 那 在 當時的學員老師說 可不可以不要秀教訓 因為我們發展的武器實在太多了 我現在想說 我的 我的 我的特色之一就是教訓 叫我不要拿教訓 不是智慧武功嗎 對不對 你知道我在這麼多人面前 講17分鐘的那個 我沒有拿相當砍砍而談 對不對 因為他已經到某種化精 但是 我們就一定要武器 你知道嗎 不過武器 不知道怎麼上場 你知道嗎 至少我們可以看著武器 然後不用看著大家 對不對 沒有壓力 還有武器 那你怎麼教 這才是重要 這才是重要 那有教訓跟沒教訓 有差嗎 我認為是沒有差異 如果說你的熟悉的 慣用的教學法 是在講述上 可以像剛剛宣老師這樣 我想學院不會睡著 對不對 在台下都聽得津津有味 為什麼呢 他是很有內涵 而且他跟我們的怎樣 跟我們目前的教育的環境是怎樣 是的確是值得我們去深思 那我稍微講一下這個教訓 剛剛除了說 我們所謂的機械 功能的轉換 例如說 彈力未能 對學院來講 我們老師都會用什麼 用彈力 用那個彈簧 對不對 來示範那個彈力未能 或中力未能的改變 但是我們用彈棒 這個滑中蛆蟲也好 我就喜歡滑中蛆蟲 這是我的特色對不對 因為賽嘛 夠賽 所以我們在示範這個東西的時候 示範出來的時候 當然有些學院 大部分學院都是沒看過 這有看過的時候也無所謂 那他可以講出 一兩個基本的科學概念 那有老師問我說 這個是你在教學前 還是教學後 再來示範比較好 我是認為 看個人 但是我比較喜歡先示範 因為先示範他不會睡著 對不對 他先看到這個現象 看到這個彈棒 看到之後對不對 他說 老師這個可不可以送我一支 他怎麼要關心這一個 可以啊 連續實施100分就可以了 中間不能中斷 就這樣集點卡 可以給他集點卡 所以我給學院都有一張集點卡 集點多少就可以拿到一支 當然要看學生 因為有些這個東西 給學生是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我都不發給那個 我的科學應對 都是給誰 都給那個教師比較多 但是我去強調說 那是不是每個老師都需要一根啊 不需要嘛對不對 重點是說 這個東西怎麼教 再回到這個議題 那我們這個概念有什麼 除了公理能之外 還有可以教什麼 有沒有誰知道 答對我多送他一支 好不好 有沒有老師可以回答的 還有教哪些概念 除了教他機械啊 我們所謂斜面 所以台地未能 總換成動能之外 還有哪些概念可以教 立舉嗎 你說 反射動作 反射動作 不錯不錯 反射動作可以 這個非常好 這個跟生物有關 這要請阿堅解釋 我們所謂反射動作 就是說去裝那個過程 其實它是屬於技能層面 所以一個焦距你會教的話 對不對 動機有了對不對 再來是認知的部分 就是科學概念 再來是技能的部分 那可以讓學生出來示範 找找看 你發現其實學生都會 又得到多一個學習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為什麼咧 因為他沒抓好就飛出去了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一個 很有名的魔術師 叫做林毅偉 大家有沒有聽過 很有名的一個魔術師 當時我帶的就是檀方上去 在檀方上去之後 那個林毅偉在下面看 那時候是台中的場市 也是屬於全國的一個科學同胞會 在台中場市 那時候那個林毅偉 坐在下面那個魔術師 我拿著檀方上去 簡直是這樣 關公面前耍大刀 你知道嗎 人家是魔術師耶 可是我就 就是打賭他 不會科學概念 就這一點 我們就至少贏他 所以我們科學教師 或者甚至一個科普講師 我們優勢在哪裡 在於說第一個 我即使拿了魔術 但是我可以講魔術 這樣懂嗎 所以有一次 我記得印象比較深刻是 還有參加魔術大會 那時候不是有一個杯子嗎 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 隔空喝奶杯 隔空喝牛奶一個杯子 有沒有 它是一個雙層杯 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那個魔術師 我這樣講完之後 他就說 沒想到那個跟聯通管也有關 跟大氣壓力也有關 他才恍然大悟你知道嗎 通常 魔術的基本三個原則 怎樣 不知道 不清楚不要問我 對不對 誰會講把魔術破解 破了個哏 對不對 來這樣犯的大忌 你知道嗎 但是我們科學講師 並不是要把它破哏 然後得到這種快感 不是 我們目標是怎樣 也不是為了華眾取衷 而是裡面蘊涵的一些科學概念 我們透過這個魔術的手法的演繹 或演示 讓他知道裡面的科學概念是在哪裡 我們要學習的是哪些東西 當然表演那個隔空喝奶那個杯子對不對 不只這個概念而已 對不對 他有很多情義部分可以訓練 還可以 甚至於有些學員很會表演喔 不要像真的一樣 好像隔空真的把牛奶喝掉 所以像這個彈棒 那個魔術杯 或者這些 不管是不是魔術 或者說科學趣味實驗 我們都可以 適當的做課程上的安排 那甚至於可以發展成一種科學上的論證 因為我本身念科學教育 所以我會以概念或者以我們所謂的情義 或者技能部分的一個培養 來看這個東西 而不是說 我們這樣彈出來三秒 好 結束 翻到28頁 然後就開始來教我們化學或什麼之類的 我想今天的分享這邊告一個段落 謝謝大家 賣我 我也是沒有教具不會教的人 好 浦夷老師我剛剛忘記先介紹一下 我想說都在地 結果有三分之分不是在地 高雄市陽明國中的謝浦夷老師 那本身是理化科 那也是高雄十大科教的科教所的博士 所以其實他在科學教育這一塊的琢磨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而且他在很多教具方面的製作 我相信也是大家可以一起來切磋 一起來學習 那等一下會後我們再可以請教他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要邀請的是台南大橋國中的德林老師 那個大林女友就是他 廣路上大家很多東西的粉絲 我們請廣德林老師 謝謝 各位夥伴大家好 其實高雄是我家鄉 我從小到大 包括研究所都在高雄念 所以呢 通常沒有到外縣市去 除了一件事情以外 結婚 結婚生小孩都在台南那邊 當然不是我生 我們現在呢 這個賽一趴當初的構想 其實是那個賽 當然不會是很純正那個賽 是這個賽 這個是燕文老師找出來的東西 那在我們後來的時候呢 改版變成這樣子 那福利老師就說好像十扣 什麼十扣呢 民進黨有十一扣 我們有十扣這樣子 反正我們就推出來 大家來分享一下 那其實每個人站在這邊 也許我今天是站在這邊 改天明年是大家可以上來站在這邊 每個人都有可以分享的東西 我們抱著這樣的期待 來跟各位夥伴這樣做的 這句話什麼意思呢 按照這種情形繼續下去 再過幾年 這句話什麼時候聽到國總 有一個朋友跟我講 我現在差你十名 過一年以後 他跟我講 我現在差你七名 再過一年 我現在只差你一名 再過幾年後 會怎麼樣 他說 我就會贏過你了 這個其實給我一個蠻大的震撼 因為那時候我只知道念書 反正就一直唸一直唸 哇好棒喔 我寫了好多考卷 我每顆考78分 我中國的鐵路 直的橫的交界點 我都背得出來 有用嗎 我後來想 好像沒什麼用 就好像我在練功打怪 我看到書字一直上升 我好興奮 我好興奮 然後回到真實世界來 一點用都沒有 所以呢 再過幾年下去以後 我就真的會輸給他 那時候我就會警覺 我在教室裡面 一直唸書 在幹嘛 我得到這個成績 對我以後的人生有什麼幫助 我不知道 我只有一個獲得而已 我的數字在上升 什麼數字 體重 我體重在上升 好 上頭是對的 這個最近很紅的 一部漫畫 近期的巨人 上頭是對的 基層的士兵都在講 上面是對的 他怎麼講我怎麼做 上頭是對的 然後指揮官講 上頭是對的 大家一起做 反正送出去死 就對了 好 很有明的一句話 大哥是對的 但是大哥是對的 我們站在上面講這些東西 一定是對的 不一定 我們上面那邊講說 大哥是對的 金城武 那時候我最有印象 其實就是這句台詞 他一直講大哥是對的 幹嘛 因為他沒有去思考說 大哥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二哥為什麼 不想做這些事情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影片 人無心就是出手 大哥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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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以後 二哥再也沒和我說過一句話 我難過 可是 大哥是對的 這句話如果說 回到我們教學現場 換成學生跟老師 有一個帶有想法的學生 來跟老師講 我覺得課本這樣講好像有點問題 那你應該怎麼回答 這時候有一種老師他就會這樣 我講對的 那有一些學生也會講 我補習班教的是對的 我爸爸教的是對的 我講的是對的 但是我們都忽略一件事情 今天如果說 我們重看一次 我來配音好了 老師我發現一個問題 哎呀 你這位笨學生課本是對的 突然老師被打臉了 好像好像是錯了 課本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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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本是甚麼 我們打在學生心裡面 中的那一棍 如果我面子跟他講 我講的對 我們沒有跟他講 我講的情形是在 有一個條件限制下 那他可能是對的 那其他條件呢 其他時空呢 其他地點呢 可能是錯的 你如果沒有跟他 這樣子溝通的話 他永遠就是 等一下出現那個畫面 被打暈的時候呢 他覺得你這個老師 沒有辦法跟他溝通 從此以後他看到你 會怎麼樣 他不想跟你講 再也不想跟你講 我講的是對的 真的嗎 沒有啊 並沒有 如果還是一直維持這個觀念的話 永遠都是維持這個現狀而已 老師不是萬能 那剛剛也講過 老師不是萬能 那我們要做甚麼呢 很簡單 這個最萬能 什麼都有 什麼都有 這個是外面 加注在我們身上的東西 我們應該要有這種 表象才對 我們應該隨時可以從口袋裡面 拿出一些東西來 才對 那我們從口袋拿出的東西 其實就是我們的專業 但是我們需要練成這麼壯嗎 需要 為什麼 因為家長對我們期待實在太多了 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裡面店員 什麼都要會做 泡咖啡結帳 幹嘛什麼都要做 結果呢 就會變成各種技能指數 全部爆點 不行的話 砍掉重練 不是只有老師說 課堂上 如果說只有老師說的話 其實就會變成說 單一方向的 所以呢 待會呢 我們接下來幾位講師就會講到 如何去翻轉 如何去跟學生對話 那 學習者 學生 他才是主題 他應該學得去怎麼說 然後呢 學生在哪裡 你明明看到他就在教室 對 他在教室 在這個空間裡面 他在你面前 可是他在哪裡 他是摩世納嗎 有些摩世納會勾引別人去別的地方去 把他那個魂魄勾走 有時候你會看到 他突然在做別的事情了 也許他在修理可待 也許他在幹嘛幹嘛的 那 有體無魂 沒有被勾走他幹嘛 太誠實 那這些對你的教學有沒有用 一點用都沒有 問題是 你把它放在教室 你把它量在那邊 那 有的學生跟我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天秤跟測量的關係 那我們會平常會這樣教 先放測量子 那測量子呢 放上去呢 一邊放測量子 一邊放砝碼 那再把那個東西放上去之後 學生就會問 為什麼兩邊不能放 這是個好問題 為什麼不能放 可以啊 為什麼不能放 但是前提是什麼 你要跟學生拒絕這個東西之前 你要有理由去說服他 那我那時候給他的理由是什麼 我講的不一定對 因為你不能確保說兩張測量子 都是一樣的 因為你不能確保說兩張測量子 它的品質是OK的 所以呢 在他的基準點不是都在平衡的地方的時候呢 不是在起泡點都一樣的時候 你貿然的放兩張測量子 你會做兩次的測量 那有些同學會問我說 兩桶的刻度要這樣看 我們平常都講直式 就是水平的去看過去 那有這種國中題目就是講 我要往上看啊 會多估啦 高估啦 或者是往下看啊 會怎麼樣會低估 會是這樣子的 可是呢 他回家跟他爸爸討論之後 我爸爸是李華老師 他跟你的導論 跟你的答案完全相反 跟我的答案完全相反 沒錯啊 本來就是要來討論 後來我跟他終於討論出一個問題了 他的刻度 他爸爸講的刻度是在後面 我講的刻度是在前面 我們兩個觀點不一樣 看的方向不一樣 答案就完全可以倒 會變成這個樣子 摩擦力的誤差 上次我們在賽伊帕開會的時候呢 就有提到說 日本 他教室裡面有放顯微鏡 那我想說 我們教室裡面能不能也放顯微鏡呢 如果沒有顯微鏡怎麼辦 這個東西很好用 真的太好用了 你有一個LED的放大型的顯微鏡 你在那個淘寶網上面買的話 大概四十幾塊就一個了 可以隨身攜帶 那有些老師他就團購啊 開始一個班 大概四十個一組啊 一個圍一個單位 他就帶回去 帶到班上 你要看什麼 你就自己看一下 那我在這個活動裡面 在看什麼 我來看那些木頭的紋路 那些木頭的紋路呢 有可能會造成摩擦力的差異 也許呢 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我們會講 接觸面積不會影響啊 接觸面性質啊 才會影響 可是 他接觸面性質都一樣嗎 他木頭的紋路不一樣耶 不一樣耶 那實驗室的過程 我曾經發生過幾件事情 班上過動了 其實 其實越來越多 不再少數 出了一個就很嚴重 他給我做什麼事情 過動 過動的時候 有時候我一轉頭 他不見了 不見得去哪裡 他跑去陽台上 那時候我們實驗室就是在二樓 然後二樓上面有陽台 專門遮那個 其實跟他外面沒有互通 但是他是從那個欄杆跳出去 他發現那個陽台上面呢 有一顆球 他想把他撿回來玩 他就給他跳出去了 我看了嚇一跳 怎麼辦 萬一他跳的不是陽台 直接從二樓到一樓去耶 那個時候呢 可能就要準備提早辦退休了 只能這樣子 那怎麼辦 我只好請一個同學幫我 我請他幫我把它管理一下 但是就是把它限制在裡面 氫氧炸 如果呢 你要做這個實驗的話呢 你要小心一點 就是 學生有時候會想要觀察 但是觀察時候 他在這個實驗桌上面的時候呢 他會想要蹲下來看 蹲下來看 如果這個時候沒戴護目鏡 沒戴眼鏡的話 就有可能因為爆炸的時候 把裡面的一些氫氧化拿 稍微噴出來 所以呢 這些實驗呢 後來都有做過一些改良 噴到臉還好 噴到眼睛 我也不曉得 為什麼他會噴到眼睛 但是他真的就發生了 而且才今年而已 心粉我們要給他撥開 讓他繼續燃燒 但是撥的時候 針尖一撥 眼睛為什麼就在旁邊 他就跳到眼睛裡面去了 還好 已經經過冷卻 他只是覺得刺痛而已 不是灼熱的心粉 跳到眼睛 這些都是很危險 而且是在你預期之料 預期以外的事情 雨落物體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會發生這些事情 我們教到酸鹼 尤其是酸的性質 鹽酸 通常是大概在梅雨季前後 如果下雨的話 整個實驗室 如果你把鹽酸發給個所的話 整個實驗室會開始起酸物 那個酸物會弥漫整間實驗室 這些都很危險 我為了這個東西 請學校一定要弄抽風機 抽風機一定是需要的 無字天書 沒有什麼東西看不懂 沒有關係 說明書就是無字天書 對一些非理工的人來講 我們寫了一些文章 寫了一些東西 讓他們按表操課 按步驟去做的話 他們還是看不懂 他們還是看不懂 因為他們沒有這個背景 當然實驗步驟也是一樣 他們沒有那個背景 如何去遵照我們的實驗步驟 一個步驟一個步驟慢慢做 所以在我們的無字天書上面 其實有字會變天書 他不想看的時候 他就是天書 他學不懂的時候 他就是天書 我們的理解 我們在理解什麼呢 我們需要掌控 我們需要把一些情況 掌握在我們的手中 也許在班級裡面 也許你進階一點 可以在實驗室裡面 掌控全班 也許你在戶外之後 也可以掌控所有的學習成果 但是那本來就是我們專業 不是你要學習能力 那是我們的專業 所以不是在教室裡面做網而已 我們應該去規劃一些東西 規劃一些課程 讓他們不要再做一些堆疊的工作 他們不是螞蟻 不是我下一個指令 他做什麼事情 那有狀況你不處理的話 比如說像剛剛的跳出去的 比如說像剛剛的 炸到眼睛的 炸到臉 噴到臉的那些東西 你不處理的話 效果都會打著 尤其是有學生 在這邊 他混在外面的時候 你不處理 那就等於你這堂課 對他是沒有用的 他就在度過時間等下課而已 所以我們的理解 不是等於他的理解 當我們的理解 跟他理解不相同的時候 他就會產生很大的落差 食譜式實驗是常常聽到的東西 我們課本不就是食譜式實驗嗎 按表操課 講述法 好不好 也不錯 也沒有人說他不好 問題是不能講太久 那按表操課呢 也OK啊 問題是 他如果發生一些事情的話 發現一些好的結果的話 是OK的 如果發生不好的結果的話 其實我們後續的處理會比較難 去把它掌控好 可是 如果我們給材料 給器材 什麼都不講 讓他去操作呢 老師要不要回去試試看 他們其實可以 他們可以去做這些事情的 給他們看步驟 那有一次 在2008、50年會 剛好出來 演完旁邊的時候 我們就在討論這件事情 那 實驗步驟 自己回家看就好了 自己回家看就好了 那 後來 邱韻如教授就講過頭來 看我們 意味深長的 看了一眼 我不曉得怎麼回事 我這樣解讀好了 可能 他覺得我們這樣做 也許是對的 那就好 那也許是錯的 我們是應該 為學生準備一些什麼東西呢 可是 如果我們為他準備一些東西 幫他準備太多 他沒有辦法成長 所以讓他自己去釣魚 不然呢 在失控的時候 趕快去拉回來 我們一定要有這個功力 在失控的時候 趕快拉回來 買早餐在幹嘛 媽媽說 我小孩子都不吃飯 他想吃什麼 我就買給他 爸爸說 我買什麼 他就吃什麼 你是哪一種 孩子會想什麼 有那麼多種飯糰 我希望吃這種飯糰 也許他是這樣想的 所以每個人想法都不一樣 可以嘗試的方向在於 你給他釣竿 你給他材料 你給他工具 不同的釣具 也許他拿到網子 也許他拿到釣竿 他就會有不同的能力 那就會撈到不同的東西 掉到不同的結果 自己以後會想要吃到什麼 他自己決定 好了 應該要有能力 這些呢 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溝通對話協調呈現 這是我希望的 這是我希望的 那如果他大腦 把訓練好的話 他就會有某種功能 那一旦他有某種功能 即使過了40歲以後 他的功能還是會上 不會喪失 不會喪失 那這個是我之前在 科公館那個 博客會客師講過的 知識呢 是蒙隆海洋中的島嶼 探索的過程 就是消除迷霧的過程 那尋覓的事數越多 你的迷霧呢 就越少 就好像如果你有在玩 那個星海爭霸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探索的地方越多越好 課本以外的實驗 我這邊呢 要跳過去了 因為時間到了 不好意思 我跳快一點 但是 因為剛剛浮育老師呢 有少用一階時間 我就多用一階時間 不好意思啊 好 這個是我在 做什麼 福利單元的時候 親自呢 請他們去做一艘船 這是第一次 不是只做一次 實驗不是做一次的 這是做第一次的時候 讓他們去下水 做一艘船真的下水 試試看 結果第一次全部失敗 全部失敗 當然這做第二次 當他們學過理論之後 再來做一次試試看 然後呢 後來他們做的就是中規中矩 因為第一次有太多千碼形狂的想法 第二次中規中矩 他們也學會了 如何讓他 下水 這個很重要 下水 如果你 不讓你坐好的船 好好下水的話 它會很嚴重 直接呢 船底就破一個洞 現在呢 小孩都會有什麼 電子產品 我七歲的時候只有什麼 去外面玩 本來就去外面玩 這是我體會自然的方式 那這個請讓我一定要講一下 透過碰 透過手 透過理解來看這個世界 而不是堅信 一定有一個正確 唯一的想法 很有感覺的一段話 我這邊呢 聽過一次就好了 塔安的下一夜 法國南部美麗的金色小點 大雄星座 從來不像是一隻會眨眼的熊 我睜大眼睛 我已經連滿十歲了 爺爺給我講星星 好棒 金星 還有我會植入的星星 怎麼觀察橡樹 來知道他的年齡 爺爺說 植入能提供食物 沒有一種草是壞的 但是跟其他草相比 有些草對我們來說更有用 一小塊糧田上 生活著比地球人口還多的生物 這個是很多生物老師在做的一件事情 我嚇來了 我感覺到自己的渺小 同時我記住了 如果一種東西 你不知道它是怎麼創造出來的 就沒有毀壞它的能力 我出生的時候沒有電視 很久以後才有了 幸虧如此 因為他這樣 他才能去跟外面的世界接觸 當時我對世界認識是圖畫書 和從路旁開始探險 過去沒有比現在好 但是那個時候世界是免累的 今天的世界呢 許多認識 都是藉著點擊畫書來獲得的 這非常古怪 世界在網路上打揚著你 但是你對它卻不認識 缺少真實、經驗和實實在的事物 缺乏對生物的接觸和對大地的呼吸 不懂得為什麼秋天樹葉會變紅 不知道怎麼樣才不會著涼 不知道為什麼螢火蟲會發光 當大人給我第一把小刀的時候 我長大了 一直用這把刀來切割東西 也就是說你要給它能力 不是嗎 它做了哨子 做了轉軸 做了好多好多東西 生活當中你要設法擺脫你目前遇到的困境 我不知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的時候 我就先記住了它 每天都用這種方法來聞、觀察 但是從來不會感覺到 我這個方法是過時的 所以今天當有人問我 你的職業是什麼的時候 他會說我因為好奇 來獲得我今天的報酬 來,這邊我開始改變了 如果你今天打定主意來這邊聽講 你一定會比任何一個人都會瀏覽 而且在網路上 但是為了讓你的生活保持平衡 你應該善待所有的人是不自然 然後呢 如果你試試給自己注入動力 你的腦袋和四肢 將不會這麼快老去 所以待會這邊結束之後 你就帶著孩子出去外面走一走 那才是真實的世界 謝謝 我們謝謝虎瑜老師跟德穎老師跟我們的分享 這兩位老師都是李化老師 坦白來說 以李化的教學來講 實驗絕對是大眾 實驗絕對是根本 那問題在於我們現在國中的實驗 其實絕大部分都是在理想狀態下去實施的 也就是說我們講的永遠都是那種 不會吐出來的事 因為不會吐出來你就會不會吐出來 吐出來怎麼會這樣 問題是我們真實在做實驗的過程當中 哪有不吐出來的 永遠都不可能是在idea 那個state的情況之下 去實驗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永遠都會有做出 怎麼會不一樣 這怎麼會不一樣怎麼辦 課本是對的 你要這樣跟學生說嗎 所以其實這兩位老師 都是在實驗上面琢磨非常非常深的老師 那我相信就像剛剛德蓮所提到的 各位來這邊其實都google過這些老師 曾經有做過哪些事情的 那我們這一場活動最主要不是說 我們還要來修多少的實驗 而是我們希望我們有更多的互動 所以接下來我們至少留了大概20分鐘的時間 那我們是不是開放給各位現場的老師 我們可以有一個雙向的過通 那有一些問題可以請教回老師 請教德蓮老師 那我相信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才是我們今天最主要的目的 那針對以上這兩位老師的一些教學的分享 有沒有老師要給我們一些回饋 或者是有一些互動的 其實在座很多 不要這樣 我都有的 不是說什麼 不要忘掉了 中海 因為真的 李化我們在這幾年 其實大家都強調手作的教具 然後都強調實驗在整個教學上的重要 可是其實久了之後大家都會忘記 其實實驗這件事情不是有做就好了 更多更多時候是你要怎麼樣把實驗 穿搭在你的教學裡面 這個實驗你要帶出來的東西是什麼 有些時候我們反而希望實驗失敗 很多時候我會故意讓實驗失敗 在上課的時候故意讓它失敗 學生喜歡看到你失敗 你成功就不好玩了 學生有時候喜歡看到你失敗 有些時候我們是故意失敗讓學生看 你也發現失敗 他就張開眼睛了 奇怪了 對 你都成功 他久了之後他會麻痺 你實驗做久他就麻痺了 你每次都做實驗 實驗可以讓學生醒了 沒錯 做久了他還是繼續睡 你又發現實驗失敗了 他就醒了很奇怪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反而故意讓實驗失敗 實驗失敗就有討論的空間 那才好玩 對不對 你看 我知道你失敗很多次了 好 大家好 我是洪凱這樣子 對 其實跟現場可能大家都輸得不太要 其實不是一位老師 對 我現在是在物理所就讀的一位措施生 這樣子 所以我因為之前念教育大學 然後跟現場非常多老師非常熟 所以來參加這樣的活動 其實從剛才前面兩位老師的分享的話 我就有聽到的是一件事情 我們要如何為我們的孩子 賦予這個課程一個意義 我們要如何 就是我們要如何帶給孩子這些意義 就是用完課程 賦予 就是帶給孩子是一種有意義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我從這兩位老師身上聽到 就是共通的一個點 因為過去來說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用各本上的實驗 然後或者說 用一些過去以前老師教我們的實驗 去帶我們的孩子 可能當我們孩子會問說 為什麼老師你要教我們這樣的實驗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是會回答不出來 因為或許我們都沒有思考過 這對我們來說 或對孩子來說 是有什麼樣的意義 我想今天這兩位老師 就是一直在強調就是這件事情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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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其他老師要跟我們有一些分享的 或者是有一些 教學現場的一些疑難雜症 然後我們可以提出來 大家一起互相討論的 就以那個 課堂上這樣可以實施的 這樣子的實驗的角度來切入 我相信兩位老師都是很有經驗的 或者是你有看到 唉唷 有這麼富裕那些東西去帶回買 你也可以說帶回買 就在高雄 在場各位老師大家好 那我是新竹市的三民國中的李華老師 那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 不管是剛剛老師在課堂上表演魔術 或者是說 就像學長老師你剛剛提的 老師在做實驗的時候 失敗的時候 學生才會醒過來 但是 能夠吸引學生的課程是一回事 可是我覺得 另外一個難度在於說 當我們 不管是做魔術 還是我們實驗失敗的時候 下一步 我們正常是 好過你醒過來 學生醒過來了 我們要開始帶引導了 然後就 馬上學生就開始不理日子 就是當你在做那些 可以吸引他的事情的時候 他真的會理你 然後 當下一步說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討論什麼 我 我不知道說像 老師你們過去 也許有遇過這樣的狀況 尤其是在普通班級現在 其實 有的時候有一定比例的孩子 其實 可能來自於他的家庭 或什麼什麼各式各樣的原因 或是他本身 對學習的興趣都不是這麼高 所以他只有你在 你在台上玩的時候 或是你帶著他玩的時候 他會願意參與 可是下一段 當你要跟他談 比較深入一點 要動腦的事情的時候 他就開始推出課場 對 像這樣的問題 我不知道老師們 有沒有什麼樣的策略 可以跟我們分享 這基本上就是 今天要講的 結果他都沒有講 What 會 好 會 壞 謝謝 所以這個貼的好問題 故意的 故意的這樣子 好 謝謝 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們科教具看得到原因 What 我們到底要用教具來教什麼 要修什麼 適當的教具 那我們像那個學院老師 會有德理老師 剛剛講到實驗的重要性 真的會故意失敗 所以怎麼辦 我們故意讓彈棒色歪掉 可不可以 剛剛老師提到一個問題 我們這樣完之後 我們用教具來教了 你到底要教什麼 對不對 除了這些概念之外 那你修完之後 學院可能就又昏死過去 那怎麼辦 對那怎麼辦 很簡單 找他出來修一下 對不對 然後他自己去操作 讓他去操作 通常他都會失敗 我們就是要看他失敗 那在同學面前 都會出糗一點 但是其他同學 也會有那個 引起那個動機 因為 假如說你示範完對不對 即使是成功或失敗 也是個人秀 學人跟學人之間的距離 還是很遙遠 那個gap還是在 對不對 因為你要傳達給他 這個概念 還是最後還是講述 他也是看一場表演而已 只是魔術家教學而已 那其實這也是很苦道 也是單向的 對不對 那所以我的想法是 雙向的 雙向的 所以就請他 造成一些interruption 就是所謂的 互動 交互作用 你跟他沒有產生交互作用 他跟他講 後面的就 推不下去了 對不對 後面就推不下去 所以第一個 我們在使用教具在教的時候 我會請全力出來 也是玩一下 為什麼老師 藉得那麼順 你藉得不順 或者老師為什麼藉得不順 你藉得那麼順 都可以 這會值得去探討 那在於討論裡面的 某些概念 或某些內容 所以我們要教的還是概念 但是概念 我們要透過這種 互動 互動 讓學員你操作看看 讓兩兩這樣玩看看 所以我都要帶個兩三支去 讓他玩看看 不見得說 老師 秀完之後 那就立刻講概念 還繼續翻到38頁 還不是一樣嗎 那不是一樣 還是個人秀 那我們目的還是讓 透過這種交流 或者互動 讓學員學到說 原來 我們這個教具裡面 真的彈力還蠻強的 沒那麼好操作 這屬於技能部分 那當然情誼部分 也帶起來 對不對 另外的話就是認知部分 再來講解 不講解也可以讓學員 講看看 通常學員都會講到一兩樣 都會講到一兩樣 雖然他不是 是那麼 naive的 不是那麼的 精念的科學語言 或科學概念 但是他至少 他可以講出他的想法 對不對 他最好會講到彈力 對不對 會講到所謂的 那個瞬間觸放的那個過程 至少他看到了 他摸到了 他感受到了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有 站在這個基礎上 就可以溝通 那實驗也是如此 那我必須強調 我在學校 還是中規中規做實驗 不是我的彈胖就完之後 那個有關彈力未能 或者其他的實驗就不做了 我想這站在這個基礎上 那很多學 很多老師會質疑說 老師 你這個 那個教具這樣 又會 這樣下來 那我客人上不完 其實不至於 通常我 我示範這個實驗 大概都十分鐘左右 讓他們玩一下 弄一下 那我想這個是 有別於 四肆的這種 師父式實驗之後 對不對 像剛剛德烈講說 我們做這個實驗 通常有時候 會失敗 或者說不小心 他弄到什麼的 所以死不下菸 對不對 做不下去 就要注意那種安全性 那當然這是一定的 但是老師一定要掌控 那種實驗室的能力 我曾經看過那個實驗室 簡直是一場災難 你知道嗎 那個我接後 前面那位老師的 接下來之後 北盤狼擊 亂的到一個境界 做那個幹柔實驗 裡面都是煙霧彌漫 那像我們 像我這個 我自己覺得反差 還有時間嗎 沒有 沒有 沒有是這樣 就是說 這個就是說 我們整個 怎麼講咧 我們整個實驗過程中 當然除了注意安全之外 我認為 像我是覺得自己反差很大 怎麼樣反差很大 我本來在嘉興國中 是一個很小的學校 全校11班 現在換到陽明國中 現在號稱是全省最大學校 陽明國中 總共號稱4千人 4千人的學校總共幾個班 一個年紀36班 總共108班 108班 他是一個很重視傳統 所以我們學校拿出來的 這是什麼 就是教學 不是教學 就是評量 所以像這個特招 我們就 熊中熊女400人 把他包了好幾個班 包了好幾個班 我們就以這個為秩序 當然 他需要個小頭進去教嗎 這也不需要 對不對 其實他這個學校 就以升級的導向 但就進去的話 你說 我是不是給這個學校 帶一點活力 我自己都 不曉得 有沒有帶來什麼東西 但至少說 至少學生上課 是快樂的 是有別於其他班的 對不對 這是老師的特色 我也想要個人的特色 所以你喜歡用講述法 用講述法 有些老師講述法 也可以教的 非常好 可以談談談的談 而且學院都考試 也考得很好 然後概念 根基也紮得很深 可以啊 但是我認為 我用這種東西來教 也沒有什麼不好 對不對 這是個人特色 那我認為說 假如說我這樣教 那是否讓學院真的 能夠學到東西 我們可以透過後面的一些評量 所以我在後面的話 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希望學院學到概念 對不對 我們在出題的時候 也可以帶入這一根 但是你出題 不能說 魔術談報是用什麼原理 哇咧 那這樣很多老師 沒有教這個 怎麼考這個東西 當然不是這樣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在給評量的時候 可以類似這樣的 那種命題的情境 讓人融入 例如說 你可以改成橡皮 那種什麼之類的 就無所謂 我想我的目的是這樣 好 那看看有沒有什麼 要回應的 那看看有沒有什麼 要回應的 跟你說沒時間 你又說這樣 哈哈哈哈 那我在這邊 再簡短回應一下 我上課是這樣子的 我跟學生聊天 那其實課本 或講義 我不太用 我不太用這個東西 那只要你上課之前 可以把一些基本的概念 主要中心思想概念 抓在心裡面的話 其實你要談的 大概就可以圍繞在那個範圍裡面 那如果做實驗 他才醒過來 做實驗之後 他就趴下去 那怎麼辦 其實 就做失敗給他看 現在跟剛才講的 其實差不多 失敗給他看以後 請他出來做 然後呢 有兩種方式 他做成功 做成功鼓勵他 誇獎他 繼續追問下去 問他為什麼會成功 你看到什麼東西 如果失敗呢 偷偷給他提示 讓他有成功經驗 我發現 我這樣會成功 在同學面前的效果非常好 也不錯 那我就這樣做 大概就這兩三種方式 交替去使用 如果呢 他真的呢 還是明完不靈 他還是呢 你根本就叫不起來的話呢 適當的在課後去找他 過來跟他聊一下 因為我跟他聊天的方式 其實就像朋友一樣 我不會一開始說 我是老師啊 你過來蹲下 聽我講 不會啊 你就坐下來聊天 或者在路上遇到的時候 小朋友過來一下 有些小朋友會在做實驗的時候 把一個臭臉給我看 為什麼 老師你不是說 要給我們做第二次第三次嗎 為什麼 時間到了 你就把他全部都收起來 他會這樣想 那他會這樣跟我講 也是我去問他 為什麼 那些實驗課 你臉為什麼那麼臭 讓我做 為什麼會這樣子 去跟他聊 去跟他聊 就好了 那聊天不一定第一次就有用 可能要好幾次好幾次 那這個師生的關係 是不是短時間可以培養起來的 所以如果說 一開始我們進去的第一堂課就是 跟他知道 我們之間的地位 是互相交流分享的 再來我上課 有我上課的規矩 那你可以發揮到什麼樣的程度 你跟他講好 那跟他溝通好 其實後面的難度就會稍微降低一點 謝謝